每当夏日来临,清爽简易的装扮总是最受欢迎,热裤凉貌太阳镜都是不可或缺的夏日单品,一款酷酷的外表,更是提升造型时尚程度的点睛之笔。 但喜欢佩戴外表的网友们觉得严严夏日里较苦不迭,更有网友在网络上发起求助帖,天气超热的时候带什么类型的装带才能舒服点。 一夏天的时候,我比较喜欢佩戴不锈钢材质的装带,尤其是连续在高温下出差的日子里,不锈钢表带容易清洗,也不会产生生修或有味道等问题,不过一定不能带得太紧。 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不锈钢材质的装带,并不会受蚊虫去散剂的腐蚀影响,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在明明素达聪明里工作。 二,我倒是可以接受金属类表带,但是一想到大量汗液和皮肤死皮细胞,都会存留在表带内侧,我就觉得难受。 即使你是涂清洗表带,也无法彻底清洁到表带缝隙里的每个角落。 有一天我打算给表带更换,调化很严重的变调,结果居然有黑色的油脂物质从缝隙里掉出。 所以我比较偏爱橡胶类材质的表带,尤其是做过特殊处理的适应炎热环境的橡胶表带。 眉头表带最为便捷,不仅不需要特殊工具来清洁,还可以直接将近起衣机,连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。 贫乏清洗衣物包括表带在夏天显得尤为重要,如果不这么做的话,知道哪天,我就会吻起来,像放了五千的老火腿一样恶心了。 总而言之,夏天只要不带皮质表带,其他材质的表带也还都能接受,咱大家的主意都挺不错的。 但我还是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,急疯狂的佩戴金属类表带,不过最好不要选择黑色的树枝表带,因为黑色吸收热量的能力最强,可能会觉得更热。 如果天气真的热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,那最好还是别戴手表了哈哈,似我一般会选择没头类的表带,不太确定是否松狂的佩戴金属类表带能否真正帮到我,如果是那样我宁可不戴手表。 五,我在德克萨斯州度过的第一个夏天里,就给我的手表装备了开油槽钩的橡胶硅胶表带,表带上的通风孔很大,能让室外的皮肤也自由的呼吸,虽然会找比较有弹性,但只要你参加室外活动时,将表带细紧一些也没什么的。 尼龙,斑布以及橡胶,似乎是最受欢迎的夏季表带推荐这些材质的表带质感柔软舒适,重量轻便,不管是沙子淹水,还是汗液都能轻松洗净,坚属类表带和皮质表带,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,但确实没有上述几种材质的表带,感到舒适清爽。